這次在香港住的是位在佐敦的木得地酒店 算是一間還蠻新的精品旅館 地理位置很方便 正對面就一家有名的新斗機餐廳 離廟間也不是很遠 那這是我的房間 天花板 燈是從裡面打出來的還算柔和 床舒適而且很乾淨 床頭櫃兩邊 一邊有一台電話 這電話是無線的 香港的電壓跟台灣不一樣 所以如果忘了帶兵壓器的人 可以請管家幫你送過來 電視 書桌 窗邊還有另外一張椅子 茶几 然後這邊有一台speaker 是可以插iPhone或iPad 也可以當鬧鐘 很貼心的設計 是床邊這個 燈光調節跟溫度調節器 這麼一來晚上睡覺 突然覺得很冷或很熱 不用爬起來走到門邊調 直接在床頭就可以調了 浴室 上下玻璃是透明的 門口 電視是Sony的 茶包 咖啡 洋芋片 不用錢 它這杯真的很可愛喔 是雙層玻璃 超喜歡 然後湯匙設計也不錯 很有設計感 對 然後下面有冰箱 裡面有飲料 免費膠袋 甚至有海泥跟啤酒喔 然後中間呢 原本有一瓶雪碧 可是我已經開來喝了 樹桌椅子 蘋果粒我超喜歡 接下來看 接下來看 門口 衣櫥第一個 裡面有保險箱 然後 第二個衣櫥裡面 浴袍 拖鞋 集中計 門口 有一張椅子可以放行李 不是很大 然後有 溫度 燈光的調節器 在這兒 接下來看 浴室 它的浴室在香港來說 算不小了 最重要的是它有浴缸 而且它的浴缸是按摩浴缸